我BREADY EDIBODY FEELING TIPCY TIPCY 我喝得烂 绝对你说声恭喜 大家好 我是Dudu 今天我要来录一个影片 就是要收拾我的衣橱 所以身体是这样啦 每隔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 就是要收一下衣服 然后有些衣服就是穿人类 一两次就不会再穿 甚至有些没有穿过就不想穿 买了当下觉得很美美 可是这种一买回来就觉得 好像没有适合地点穿啊 还是可能觉得很麻烦还要配啊 就会放着没有去穿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就整理一下我的衣橱 先空间买新的衣服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现在就去整理 其实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衣橱 比一般的女生来讲 我的衣橱应该算是很少 其实我本身也很少 会乱买衣服的一个人 我就是会久久买一次这样子 现在就拍给你们看我的衣橱的状况 这边就是我目前移除的情况 其实也还好对不对 就这里而已 然后当然还有这边 乱七八糟 OK 这边还有一边就是这里 就这两边罢了 还有下面这里一样 所以我自己觉得啦 与女生来讲啦 真的是算少是不是 你们觉得多还是少 你们也可以留言给我看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很少啦 等一下我会全部搬出来 然后再一一分类过滤一下 然后就让我的衣橱再有多余的空间 去买适合我就是真正要走的那种风格的衣服 就是一打开衣橱 随便拿都会是都会可以穿的 而不会再别人想 诶这个衣服要讲啊 好像穿了会不自在啊 诶不要啦 就是我想排除掉这种烦恼 所以现在废话少讲 现在我就要开始专理我的衣橱 我决定叻 分几个part来过滤 ok 所以现在我就拿第一part 刚才那边呢放下来 然后我一直以来都是 比较喜欢那种休闲运动风 可是有些时候啊 逛淘宝啊 有看到一些女装又很美 然后又会想要买 因为真正平时日常生活 我都是穿那种休闲运动风 如果要穿女装的话有些时候 我又会觉得很麻烦 然后要顾东顾西这样啊 要装丝纹啊 就觉得很麻烦 看上去是很美啊 可是买回来又没有很想要穿 所以现在我都觉得 之后我应该都会买 比较多都是休闲运动风的衣服 就是穿了舒服 时尚 然后又好看就ok了 女装当然也是买 因为讲讲我还是女的是不是 偶尔也是会想要调一下 女人一下的嘛 所以就是女人也会买的比较少 ok所以现在就来过滤掉 这里的先 ok现在我已经收好 第一轮的这个衣服啦 已经过滤好了 然后我自己看了 我就觉得有些衣服啊 是还蛮型还蛮好的 ok所以可能呢 我应该会再把这些 最必要的衣服可能会放在IG story卖掉 然后卖多少钱还不懂啊 等到时候看怎样先 因为现在我是有这个想法啦 就是一边收拾 一边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就 嗯 先讲一下 现在我要继续 继续收拾接下来的衣服 乱七八糟的情况 等一下呢 还有这边 还有这里面一些内在美的 还是要整理 就是乱七八糟 现在基本上 我已经整理好 过滤好很多的衣服了 其实不要的衣服也才一点点吧 就只有这些吧 就只有这里是不要的 然后这里 都还是要的 也是没那么一点 现在就差 最后一步就 把它们摆进我的衣橱 就可以了 然后才来看一下我的衣橱 剩多少空间 给我买新衣 我已经把所有的衣服 重新的 掉回去我的衣橱里面了 然后现在我的衣橱也算是比较整齐了 可是我这样看 我觉得 我的衣橱啦 其实也没有空出很多位置 也就是证明讲说 我不要的衣服 其实也还好 没有很多 所以原本我是想打算啊 拍卖这些我不要的衣服啦 就放在我的IG 然后卖掉 可是如果没有太多的话 有可能 这些 这些衣服可能 也太久的话 可能我就没有卖了 所以还是要看情况 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我衣橱里面 掰好的样子 叮叮叮 所以现在是我已经整理好了 所以从短到长到外套 然后还有一些 睡衣啊 底部内衣啊 还有一些运动衣服 毛巾哦 就这边会比较是 居家 比较会常穿的 一样 然后比较不常穿的叻 就在这里啦 这里的叻 会比较可能 少穿一点 就是可能比较女孩子的 然后比较跳舞的 因为现在也没有教课了 跳舞的话也就就跳一次 就放在这里 大致上叻就是这样子 然后之后如果有买新衣服 还是什么的话 才再开箱给你们看 嗯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应该就到这里了 所以如果你们之后想看我 拍怎样的一些影片的话 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之后我应该都是拍比较 生活style的啦 因为我也不喜欢可以去想 content 可以去做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所以就是我应该就是以我日常 可能想做一些什么就顺着它 然后就做一个record这样子 耶嘿 所以原本呢刚刚我是有一个打算要 顺便也整理一下我的这些 保养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的保养柜子啊 面膜一大堆啊 有没有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这些 哎呦哎呦哎呦 还有这一些啊 我的用品啊 so也是要整理一下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叻可能 我自己也没有办法用用到 还是也用不了那么多 所以可能我会整理 过后整理啦 今天就到这边了 过后就整理 然后看如果有多的 不要的东西的话 可能我会backing起来 产品的话应该就算是送给 观众吗 就maybe送给你们 呀 所以如果啦 我想说如果整理出来有蛮多的 可能我会拍一集 特地把这些 没有用过的 还是也很少用的一些产品 就是送给你们 好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的话记得一定要 按照留言的分享 和打开小铃铛 还有记得一定要follow我的 Facebook跟IG Tiktok 拜拜 кам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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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